缺乏团队合作意识和观念是宝宝们的通病,父母必须要让宝宝们意识到竞争固然重要,但合作意一样重要,宝宝始终要走向社会,成绩好还不够,还要不会与人相处,培养孩子的合作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,这五种方法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合作意识第一,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,营造民主、宽松、平等的家庭氛围, 对培养孩子合作意识必不可少,父母尊重宝宝的个人意愿,故事的赞美,鼓励,宝宝会更愿意合作,如果宝宝做错了一件事,不当免呵斥,而是借故暗示错误,给孩子一个自行的机会,同样,父母犯了错,即便是很小的错误,也要真诚的向孩子道歉,可以更让孩子幸福,并树立了积极的行为榜样, 当宝宝主动过来帮你的忙时,可以说如果你刻意帮忙,我会很高兴,当你进宝宝房间没有敲门宝宝生气时,可以重新敲门说,很抱歉打扰你,我可以进来吗? 多对宝宝使用谢谢,对不起的词,这样进而已让宝宝明白父母考虑并尊重他的感受,第二,为孩子树立合作的榜样,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,家庭自然是孩子的课堂,模仿是孩子天性,宝宝往往会参照父母相处的方式和小朋友们相处, 因此,家长给孩子树立一个合作的榜样必不可少,爷爷奶奶和父母六人相互之间的相处模式,六人分工合作,互相配合的情况如何,将会对宝宝产生直接的影响, 例如,妈妈做饭爸爸打下手,妈妈早给爸爸帮忙收拾,奶奶买衣服妈妈在一旁帮忙出主意,无形之中给孩子树立了积极的榜样,另外,亲戚之间,淋漓时间,宝宝能看到的关系之中,都会让孩子观察,模仿 第三,为宝宝制造合作的条件,光是看到,没有条件施展,也只是纸上卡名,父母应该给宝宝制造合作的条件,除整理东西的时候,让孩子抵造发抖,同时,尽可能的让孩子与外界接触,和邻居家的小朋友一起玩,到公园里面去接触更多的小朋友,教他们玩一些协作的游戏呢 第四,教给宝宝合作的技能,宝宝年龄小,心智不成熟,缺乏社会交往经验,面对事情的时候,往往不知道如何应对,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在一旁指导,不能因为孩子想就有这孩子,而不给他正确处理合作时该怎么做,发生冲突该怎么处理的办法 家长可以给孩子讲一些关于合作类型的绘本,如,两个小朋友只有一个玩具时怎么办,引导孩子明白一起玩,或轮流完的解决办法 又如几个宝宝在一起待机会,将会宝宝世界一起商量,分配任务,遇到矛盾时,尊重宝宝让他们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,引导宝宝比较看法 最终制定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方案,在一次次的学习中,宝宝又会逐渐掌握与人相处的办法,情商也因此慢慢变高 第五,让宝宝感受合作的快乐,当宝宝主动帮助父母干活时,往往不能意识到自己是在合作 当和父母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,父母真诚表示感谢,为孩子的行为感到自豪 那么他就会从中受到鼓舞,产生自信心 同样,看到孩子处理好,和其他小朋友之间的合作关系时,嘉一肯定,以及竖起大幕,破绽许的木瓜,微笑的语言,轻抚孩子肩膀等 孩子就会从中得到满足,更愿意去合作 主动寻求更加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,教育孩子本来就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教会的,需要父母付出极大的精力和耐心 但只要父母营造好家庭协作的良好氛围,宝宝也会在潜移木瓜中受到良好影响 NTC早教不是一种刻意的行为,而是一种生活方式,融入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每一刻 男民麦迪森欢迎您带宝宝来一起融入宝宝的世界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